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雄小港机场起飞 在飞往东沙岛的途中 被香港飞行区域航管中心拒绝进入 要求返回 利荣航空公司的这架客机 赠从指令挑头飞回台湾 那么台湾的媒体的事比较敏感 认为这个是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这是首次 那么东沙岛的位置 是在台湾的飞行管制区域之外 首于香港飞行管制区负责 台军的包机进入香港飞行管制区以后 要向香港飞行管制中心报到 并且接受它的引导 那么利荣航空公司的这一架9051 9052航班呢 是负责航运东沙岛上的海行署 还有防务部门的工作人员 往返台湾和东沙岛之间的定期的包机 那么台湾除了这利荣公司这架包机以外 另外还有台湾空军第六连队的C130运输机 也定期不定期的飞往东沙岛 会向东沙岛运送一些后勤集养补给物资 再另外 松山指挥部的所谓的专机 可能也会不定期的飞往东沙岛 进行战备检查战备值班的检查等等 那么在这一事件呢 台湾的交通部的民航局回应说 香港区管告诉航班 飞进区域两万六千英尺 也就是八千米高度以下有危险活动 拒绝利荣航班进入 那么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航班折返 那么台方人要判断 香港活动应该是检方军在附近的海域 进行军事演习 才禁止所有的航空器进入 那么但愿事情像台方台湾一些人判断的一样 那么简单 仅仅是因为检方军军演 有士兵士弹演习 为了防止发生危险才禁航 不过我个人认为 事情可能不是那么简单 可能不是个偶然事件 那么他是不是和台岛上面的 有一些人的一些言行有关系 我认为不能否认 我们知道台独分子在采取切香肠的手法 一步一步的走向法理台独 走向他们心中的想象的目标 那么大陆应对手段 应对措施 我把它归叫为切大饼 你切香肠我们就切大饼 那么这种切大饼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 比如说前不久 大陆的军机偷破所谓的海峡中线 进入到台岛的所谓的防空识别区的活动 那么这一项台岛的一些人 一些专家分析的那样 只要台独的立场不改变 台独分子 实行独立的狂妄意志不改变 大陆的军机进到台岛上空 是必然的 是肯定的 那么我这也提出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什么 对台湾的这些离岛 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我们切大饼的一种内容 是吧 从北往南走 台岛的离岛 离大楼很近的 金门有大弹二弹 这些岛上 不仅是台湾的离岛 台军还在上面部署了很多很多的雷达 很多很多的传感器 成为台军情报的神经末少 应该说早就是我们 早就像把它拔掉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可以说是 再往南 像东沙岛 还有南沙的太平岛 实际上台军台湾 对这些离岛的控制力 是微乎其微 大陆要是收它的话 是不费吹灰之力 收收就收了 所以我想 如果台独分子死性不改 继续在台独的路上越走 越远的话 恐怕台湾的这些离岛 有可能会率先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就是今天的这期话题 我要谈的内容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节目 再见